我们再来准备一些芸豆 将清水浸泡两个小时 泡好的芸豆放在砂锅里煸泡20分钟 猪脚给它冷水下锅焯烫掉血水 加入一点点白酒去腥 再加入两片姜调大火煮开 滚出来好多脏的血沫 要给它清洗干净 好了 豆子煲了有20分钟 现在来把猪脚加进来 然后先大火煮开 煮它30秒 这样煮出来的汤森就成奶白色 我们再来准备一块泡泡好的橙皮 把这上面的白糖给它刮掉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加入一块橙皮 两块姜 然后盖上盖条小火 再煮一个半小时 我这里准备有蒜蓉跟辣椒圈 再来一点点香菜 再来加入适量的生抽 再淋入少许熟的花生油 好了 我们的汤包好了 再加一勺盐 调一下味就可以喝了 哇 好香啊 这个汤包很浓稠 很香的豆香味 还有淡淡的橙皮香 再撒上少许葱花就可以开吃 我们今天这款芸豆提花汤 猪蹄可以蘸着酱料吃 这样吃一点都不腻 特别过瘾 有肉有汤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